干涸的土壁墙里,竟不断钻出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来 难不成你里还能长鱼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印象里的非洲大陆,沙漠遍地 水资源严重缺乏 喉顶上高悬着火辣辣的太阳 炽热的温度使得在这片大陆生活的生物 一生都在不断地寻找水源 一旦找到新的水源之地 动物们便会重新焕发出亮眼的生机 水,有水了 快快多喝几口 但随着旱季的到来许多水源便会逐渐干苦 越来越多的动物就会因为缺乏生命之水而逐渐死去 内心的弹幕便会变成 水,想要水,请给我水 生活在水中的鱼儿更是会以极快的速度 葬身鱼这干裂的土地上 啊,不能呼吸了 但是这些鱼中却不包括非洲废鱼 非洲废鱼是一种神奇的生物 属于地球上的活化石 生活如此之久的它们拥有着独特的保命法宝 毕竟能活这么久不是没有原因的 像它们的名字一样 非洲废鱼是拥有废的 在体型上人们对于非洲废鱼的说法是这样 像特大号的尼丘 但是又像小一号的龙鱼 非洲废鱼拥有着极其旺盛的精力 对于生命有一种异常的执着 比起很多生物来说 非洲废鱼的求生本能可谓是到达了一个峰值 它们从小便开始为了生活不停努力着 在小的水潭 它们也要活出它们生命的光彩 让所有生物都叹服不已 俗话说得好啊 我们要从娃娃抓起 于是非洲废鱼从小便开始拼命进食 上到小鱼小下下到浮游生物 只要是能吃的都可能进入非洲废鱼的胃 从不挑剔 能吃就行 甚至它们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拥有一个大大的且永不枯竭水潭 把自己养成庞然大物 事与愿违 旱季来临 大量的水被蒸发 或者被其他生物所引用 水生生物的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小 于是未雨绸缪的非洲废鱼 在水源枯竭之前 便开始挖洞 挖一条可以让它顺利躲过这场旱季的生命之洞 但没有了水 挖洞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一个洞真的可以存续非洲废鱼的生命吗 干涸到裂开的土里 竟然接连钻出活蹦乱跳的鱼 这样奇异的景象就发生在非洲大陆 在旱季来临的时候 非洲大陆的区域里 所有的生命都面临着危险 而这并不影响非洲废鱼的生活 一条鱼竟可以不吃不喝在泥里生活四年 非洲废鱼究竟有多神奇 为了保护自己可以继续生存 非洲废鱼会在水源还未枯竭之前 为自己创造一个生命延续之洞 即使其他鱼对此表示并不理解 甚至感觉我们的主角很傻 非洲废鱼不免在心中冷哼 补包子 随着越来越炽热的阳光照射 地面出现越来越多的干裂 而我们的主角废鱼便隐藏在地里 为了更好地活过这个旱季 非洲废鱼会尽可能地使自己身体收缩起来 利用自身分泌的粘液将自己包裹 同时少量的吞噬泥土保证生命的继续 身体的新陈代谢更是会降低到六十分之一 除此之外 它们原本的腮会渐渐被肺取代 开始用肺进行呼吸 也就是所谓的镖 我们可以称其为下面 非洲废鱼的镖内 中央腔的侧壁上 有着许多大小不尽相同的小气势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肺泡 这些小气泡里又拥有着许多肺小泡 这样的构造使得肺鱼与陆生动物的肺十分相近 这样的身体构造使得非洲肺鱼 可以在土里昏昏沉沉地睡到下一个雨季 活蹦乱跳地冲向池塘 但意外总是会发生 非洲肺鱼最大的天敌 人类来了 非洲肺鱼表示 这可真是要命了 因为当地的居民想要新房子的时候 便会到泥塘里挖掘泥土来弃墙 于是隐藏其中的非洲肺鱼便被成功地钉在墙里 每天听着人们的喜怒哀乐 不得不说 就这契机 如果不是状态不对 非洲肺鱼绝对是挖掘秘密的人才 密探中的王者 本来在泥洞里还能存活的非洲肺鱼 被嵌在了墙里经受暴晒 那么非洲肺鱼是否就此长眠呢 我们接着看 如果你要讲述什么秘密 千万要小心 隔墙有耳 在非洲大陆的许多人家的墙壁 真的会存在着生命 被人类糊上墙每天面临日晒的非洲肺鱼 他们可不是故意想要听你什么秘密 被无故砌成墙的他们可是非常委屈的 由于人类将泥土连同非洲肺鱼一起糊上了墙 使得非洲肺鱼远离了水源 还要每天面临日晒 但是就是这样一种在人们看来类似于酷刑的方式 非洲肺鱼依旧能顽强地活了下 强悍的生命力不允许他们长眠 在这漫长等待的煎熬里 为了活着 非洲肺鱼开始吞噬自己的部分肌肉组织 看完非洲肺鱼的艰难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着 终于 承载着雨水的云彩悄然而止 滋润着大地干枯的皮肤和非洲肺鱼干枯的身体 久违的雨水使得这些生命的亡者开始苏醒 生怕晚一步便会真的长眠的他们 开始争先恐后地钻出墙面 即使曾经饱满的身体已经变得干比 肢体破损 但依然无法阻挡他们心中的喜悦 非洲肺鱼欢快地顺着雨水的流向 跳跃着远去 进入下一个生命的河流 可就是这样一个求生意志强大 生命力顽强的种族 也已经进入了宾威物种的行业 非洲肺鱼自己可能都没想过 明明都已经赋予后代极其顽强的生命力 和其他鱼类不曾拥有的保命技能 自己的种族为什么还会病危 怪哉怪哉 非洲的生存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为了生存 非洲肺鱼常常被当地居民就地取材 毕竟它们可太好抓了 只要挖土就能抓到 比起其他生物来说 非洲肺鱼属于人类食物的不二于血 除此之外 非洲肺鱼肉质好 营养丰富 富含高蛋白 种种好处加持之下 人类便开始向着干枯的河道和泥地 一铲子一锄头地开展挖掘大业 于是非洲肺鱼也成功成为了 被吃到冰威的远古物种之一 非洲肺鱼祖先表示 这谁能想到啊 我活着多不容易啊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动物知识 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